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留同一屋檐人人吃团圆饭的规定 有消息指下周将再修改 新人夫彭患有群聚拍照 胡罗交易19人重罚单 世卫国际专家小组完成武汉实地勘查 成员惊讶 调查过程竟然封畅无阻 国家安全理事会前天公布农历新年标准作业程序 结果忍来各方踏伐 防疫指南不合理 国安会随即应声修改 昨晚再发布更新版的指南 不过依然保留了 同一屋檐的人一起吃团圆饭的限制 根据国安会昨晚更新的新春防疫指南 移除了一家二十人吃团圆饭 同住家人互相拜年 以及鼓励民众在家戴口罩的规定 同时将防疫指南的生效期 从原有的年初一和年初二 改为除夕年初一和年初八 不过新周日报引述消息指出 这个更新版的标准作业程序 并不是最终版 因为国家团结部将会在后天 向国安会提成修改建议 随着农历新年的脚步逼近 槟城为北景区加派警力 全面扩大监管的范围 尤其是在周近和县区的边界 禁止所有人随意通行 威北景区主任 诺在尼昨天在假抛巴底 视察路障后向媒体透露 出了主要大盗 当时将会在其他小盗 加设路障严加把关 同时翻倍增加巡逻警队 时刻监督巴沙和夜市的营业情况 也会突击检查居家隔离者 至于工作环境方面 警方也不松懈 将会和其他政府单位合作 不实检查工地和员工宿舍 疫情之下 新人结婚一切只能从简 不过击打佛罗交仪 却有一对新人呼朋唤友 到河边群聚打卡拍照 结果成了最难忘的婚礼 疫情人遭执法人员一举拿下 向19人开了法单 这段22秒的影片 在社交媒体广传引起了关注 佛罗交仪警区主任沙里曼 受访时指出 昨天傍晚6点半 警员在尼兰园巡逻时 发现一群人在河边群聚拍照 显然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式 包括新人在内的19人 年龄介于18到28岁 随后也被带到警局 全数赤下罚单 随着事发地点 经常成为民众的群聚据典 警方也表明会加强巡逻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小组在中国武汉 彻查新冠病毒源头 马不停蹄视察所有和疫情相关的场地 小组成员揭露 没有想到在勘察期间竟然通行无阻 包括众矢之地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他看来 针对研究所的指控已经政治化 随着调查逐渐进入尾声 专家小组将会开始分析 所有数据统整报告 经过联制勘察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小组走访武汉各地 甚至在被外界质疑和病毒源头 有关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逗留了三个小时 小组成员达萨克 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强调 一连串的实地考察和人员访问 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受到阻碍 我们连续连续连续的第一个案子 然后追踪什么事 出发出的 出发生物市场 哪里的卫生物市场 哪里的卫生物市场 所以我们来到 武汉病毒研究所 但当我们坐下来 和我们的工程序 给我们的 Q&A 那是一种座场的问题 咱们说 我说那 我说的 我说非常诚实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那种程度的 刘得到 这种感觉 达萨克强调 专家小组肩负重任 除了调查第一宗病例和动物之间的联系 还得探讨病毒透过冷冻食品进口到武汉的可能性 而这也是中方过去几个月大肆宣传的论述 不过 达萨克高度赞扬中方配合 甚至认为国际社会将矛头指向病毒研究所 显然是将课题政治化 无论如何 专家小组已经完成所有勘察 接下来得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尽管全球疫情出现趋缓 但专家不敢松懈 担心由蝙蝠带来的另一种冠状病毒 随时造成新一波瘟疫 可能导致东南亚地区每年将有百万人受感染 巴西的疫情水深火热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再有1239人死亡 累计病例已经突破了23万人 而里约的累计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7535人 超越了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圣保罗 至于全球疫情最严峻的美国 也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开放了阳气体育场 让更多的民众前来接种疫苗 巴西疫情持续严峻 向来繁华无比的第二大城 里约热内卢如今却是一片重云惨物 当地政府最新通报 里约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7535人 超越了最大城市圣保罗的17523人 而里约的600万人口却只有圣保罗的一半 因此这里的死亡率 更冲到了9.17%的高点 比起圣保罗的3.7%死亡率 高出超过两倍 但论周暑来看 圣保罗依然是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53997人 至于全球疫情最严峻的美国 如今也朝群体免疫目标前进 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最近更开放了超大棒球场 也就是位于布朗克斯的洋基体育场 让大批民众注射疫苗 据了解洋基体育场的疫苗接种中心 是由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共同运行 一周开放七天 当局计划在开放的第一个星期内 为一万五千人施打疫苗 而同样疫情排在全球前十的西班牙 虽然情势不见好转 但民众依然苦衷作乐 近来就有新冠病患 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成婚 为气氛低迷的医院增添一丝欢意 透过信息求婚成功之后 大批医护人员也在医院为这对新人举办简单婚礼 同时神父也透过视频通话 为两人主持和见证这一场共患难的美好喜事 美国总统拜登 雄心勃勃的一兆九千亿美元 美国救援计划成功铺平道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星期五表决通过预算决议 接下来国会委员会将开始起草法案 加速推荐拜登政府的第一份纾困案 我们不在这里 我们不能够谈论 说到我们在联系务拟货 但我们看到有关联系的预约 只要6千公元联系联系 有关联系 在那种程度 它将将十年 以将预约达成功这些重生 經過參議院15小時的通宵辯論 這項預算決議 星期五凌晨 在副總統賀錦麗 投下關鍵的儀票 打破僵職後 成功在沒有共和黨的支持下順利通過 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 隨後以十張多數票通過了預算決議 一旦完成逃擬 民主黨鎖定下個月 讓最先出困案獲得批准正式出台 美國迎來拜登時代後 股市一片欣欣向榮 受到剛通過的經濟振興計畫 加上各大企業亮眼的業績推動 還有疫苗接種進展順利 推波助瀾 讓美國的三大股指從事而上 尤其是道瓊斯工業指數和標普500 更是連續五天漲個不停 創下八月以來持續最久的漲幅 至於納斯達克宗旨表現最近開始回落 但卻錄得去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以來最大單州漲幅 上升了將近百分之3.89% 道指最先上漲九十二點 爆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八點 標普500指數上漲十五點 爆三千八百八十七點 由於外界普遍看好 拜登的一兆九千億收婚案 會在未來的幾個星期內通過 加上受到了疫苗接種計畫順利進行等 利好因素的推動 反映市場恐慌指數的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市場波動率指數也跌到了一月以來的最低點 至二十.87點 而在最近被散戶炒高股價的GapStop 也開始從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最高點慢慢滑落 股價如今來到了六十三甲七七美元的價位 美國總統拜登反對特朗普 繼續接受機密情報簡報 理由是對方行為古怪 下節回來有更多詳情 歡迎回來 根據傳統 美國總統在離任之後都會獲得一定程度的 機密情報簡報 不過接收的頻度不如現任總統來得高 可如今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後卻表示 基於前總統特朗普殷勤不定的古怪舉止 他認為特朗普不應該再收到簡報 以免哪一天一個不小心把重要的國家機密都泄露出去 除了榜總統日本總統法剛才收到的 denk費 推世後 從東普總統又接受密情報簡報 我認為不 我們都不 因為他的美國רע editor 外登是在星期五 接受美国媒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访问时 发表了特朗普分享机密情报的看法 对于特朗普是否可以继续获得机密情报 白宫目前还在审查中 至于特朗普被弹劾一事 拜登不置可否 今天表示自己已经不在参议院 赞成定罪与否就交给参议院自行决定 俄罗斯境内声援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的声浪不绝于耳 一些欧盟国家外交官也加入为纳瓦尼发声的行列 结果遭到俄罗斯撤销外交官任职的资格 驱逐出境 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方已经向德国、波兰和瑞典大使馆 提出正式抗议 同时将来自瑞典、波兰和德国的三名外交官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三人尽快离开俄罗斯 被驱逐的三名外交官被指参与上个月23号的 非法集会示威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 外交人员参与这一类活动不可接受 也不符合外交人员的身份 因此撤除他们的任职资格驱逐出境 美国密歇根有一群冰山垂吊者 因为湖冰面出现裂缝 结果66人全受困在湖冰上 长达好几个小时 所幸搜救队伍成功将他们救出 所有人安然无恙 事发地点是在通往格林湾的斯特金贝河口附近 威斯康星州搜救单位出动了直升机 冰船花了四个小时 才将他们全部救起 强风伴随着冬季风暴 导致浮兵裂开 当地警方劝请任何要前往冰面的人 要查看气象 避免悲剧发生 疫情肆虐之际 在天自然险情 阿根廷近来再度发生灵火 内阁罗河一带的森林区域在一个星期前失火 持续了超过一个星期 依然未见缓和 截至目前大火已经吞噬了超过一万公顷的森林面积 这场灵火早前爆发之后 已经造成一人受伤 同时有多户家庭被迫疏散 由于发生灵火的位置是在巴塔哥尼亚 地势都是高山和山谷 加大了灭火的难度 如今当局已经出动150支消防队伍灭火 而灵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阿根廷去年因为极度干旱的天气 已经引发了多场大范围灵火 丈夫中风握床不起 印尼籍孕妇带着幼子拾荒养家 下期回来了解这家人的遭遇 冰城日落洞有一名孕妇 因为丈夫中风握病在床 她独自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照顾着两名年幼的孩子 为了三餐温饱 她甚至每一天必须带着小儿子 到垃圾桶翻炒物品 再带到跳蚤市场售卖 过着有一餐 没一餐的日子 我只乱用把手法软 了 nossos顾君 过五分钟我起床 然后我ãy去水平 然后我先放下了 和裤皮疙瘤 然后我把手冰放在唇部 然后我把它搬到唇部 给她们整理她的殖部 全部继续 都可以给我 保持自己 我家里的可能性 可能我得到10-20 你应该拿于我 另一半 我拿起来 给我的手冰 我给她的朋友 也可能我拿出唇部 我好щ attributed 我只要拿一个 三十九岁的马德丽娜是印尼人 在我国弱教已经有二十年 她在十年前嫁给本地华裔政府 政府是在三年前中风 瘫痪 失去了自理能力 福利局是在两年前开始 每个月派发五百令吉的援助金给他们 马德丽娜会把钱拿来买一次性尿布和政府的奶粉 每次当她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外出翻炒垃圾时 九岁的女儿则留在家里照顾父亲 经过媒体报道 这家人的遭遇获得了政府的关注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多斯里祖基菲里 已经委托伊斯兰宣教基金会 前去提供四千令吉金钱援助 当局会再想想办法协助妇女度过难关 早餐 中国四川省各个大自然保护区内 都装有上万台野外监测红外线的相机 记录各种珍惜野生动物出没的瞬间 结果意外捕捉到今年第一只野生熊猫的踪影 根据唐家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线相机 捕捉到的画面 一只看似健壮敏捷的野生熊猫在雪地漫步 自然区工作人员推断这是一只成年雄性熊猫 此外根据四川媒体的报道 这也是今年全球第一只露脸的野生大熊猫 唐家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经多次 透过红外线相机等监测到大熊猫的生活痕迹 光是去年就捕捉到了七次熊猫的身影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旅游景点人烟稀少 但是乌克兰卡尔巴千山脉的游客人数 却罕见的出现激增的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所有的娱乐场所 都处于关闭的状态 所以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和大自然接触 因为不受限于肢体距离 马上透过镜头带你一览卡尔巴千山的美丽景色 乌克兰西部的卡尔巴千山是乌克兰著名的旅游圣地 进入冬季后雪山攀登爱好者乡继来到该地 享受着东式的先进美景 当地人说最近几个月来卡尔巴千山脉的游客明显增加 这或许是人们已经厌倦了新常态下的安全肢体距离 所以都纷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当来到了这白癌的雪山 登山爱好者会选择进行各种活动 例如滑雪 露营等等 与大自然和其共处找出内心的归宿感和成就感 选拽来说全场空前进行多 дорог 整个游客显dar copyright 真的是愿意来更多li Brasil 拳答应治 因为山河迷 到一反这样出版面 就是环市排长大营 所以老朋友平均相关为 选择户礼学 能源是飘尔巴仙 对于登山者来说 攀登一座高峰 是对自我的挑战 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 在攀登过程中找寻自信 尤其在这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登山可以说是一个心灵寄托 让他们暂时放下心中的恐惧 去年迎来70周年的美国经典动画 史努比秀星期五在苹果TVplus上线了 史努比和胡图踏克 还有其他花生漫画的角色 申告回归 最新系列也将会带出更多 以史努比为核心的故事 希望能够再次吸引广大的粉丝 新闻结束前 就一起去看看精彩片段 感谢收看这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洪美玲 周末愉快 再会